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臨台风和季风的双重威胁 像是这样河道被布袋连占满的情况 一旦大雨下不来 很容易对附近农田和住家造成严重影响 前来钓鱼的钓客 就说以前没见过这种情形 希望相关养护单位可以派人清理 五谷大牌是东山河重要的支流 对调节主要河川的水位有很大的帮助 如今河道被布袋连挡住了 相关单位有必要立即处理 约翠新闻吴芷云 吴世伟 宜兰采访报导 下来钓鱼的钓鱼 下来钓鱼的钓鱼的钓鱼